充满华人特色的武师表演中 纽约市警109分局举办的 打击犯罪之夜活动正式登场 平时严肃执勤的警官们 今天也来到活动地点 公立20小学为民众烤肉 派发热狗 现场设有众多食品 饮料摊位 虽然排着长长的队伍 家长带着小朋友还是玩得很开心 每年一次的打击犯罪之夜 从1984年开始 活动宗旨是拉近警民关系 共同打击犯罪 今年纽约市依然有70多个派对场所 市警各分局会根据各辖区居民的情况 准备食品和节目 活动现场多位民选官员出席 法拉盛地区多位警察和社区人士 获得褒奖 109分局华裔警官黄林钦 今年获得市议员顾雅明 瓦龙 和国会议员孟昭文 颁发的两个奖项 新台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